謝謝主席 我先請林秘書長 主席 蔡委員 各位委員 大家好 秘書長武安 武安好 我想今天 有兩個問題想跟秘書長救教 一個就是說 這個立法院 我想所有的助理 包括委員 只要你有使用網路 都可以發現 基本上立法院的網路的速度 真的是太慢了 真的是太慢了 所以到底 我們也透過平常 也都反映給我們的 資訊的部門 是不是網路的問題 不可以來改善 我們要找資料 這個我們都很難想像說 這個我們在家裡上網的速度 都比立法院快那麼多的情況 甚至我們助理 最後受不了都自己拿手機 跟平板直接查 不然的話 在立法院的速度真的太慢了 民主長 這個到底是什麼原因 可不可以解決 技術上的問題 我跟他講 請我們副主黨來說明 因為我們事實上一直仔細在改善當中 好不好 報告委員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目前立法院的網路 是走10G的 那就說最近造成一些問題 剛好院裡面的系統 在做更新的工作 那造成委員不變 這邊申馬 這個還要多久 大概預計到月底 發言是月底過後 速度就可以比較正常了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好那第二個問題我就直接問你 因為這個民主長一定不知道 那為什麼我們中國的網站 我們要找資料上那個網站 都發現困難 譬如說我舉幾個例子 像這個中國軍網 甚至透過百度搜尋習近平 這個照片都不會出來 下一頁人民網也是 那透過微博 也是同樣的狀況 這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我們在立法院去搜 用要中國對岸的這個進行搜尋的時候 會出現這個狀況 跟委員報告 現在目前那個國家發言委員會 他對中國網站那邊是有做管制的 如果說院裡面這邊要連線到中國網站的話 是要透過那個代理伺服器的方式來做連結 就是說你的那個個人電腦那邊要做 那個Parshi這樣的設定 那就可以連外面 那所以我們資訊單位 可以幫我們辦公室做這樣的設定 是 發揮沒問題 是不是 這個麻煩一下 我們搜尋對方知道一下這個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所以我們資產會使用包括中國法治網 中國教育網 這個都是研究這個兩岸關係 或者研究對岸的發展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使用到的一些網路的平台 但是都不能上 這個可以不可以馬上幫我們改善 我想因為現在政府機關還是有管制 那如果你說你願意這樣做 我當然會可以請他們幫忙 但是其他如果沒有要求 當然我想我們是機關的一環 是我清楚 不過因為這個我們到底是 我們是防止人家來 駭客進來我們這裡 但不能防到最後 我們連他出去都變成有困難 我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另外就是立法院數位學院 立法院的網站裡面 這個數位學院現在已經停用狀態 現在已經沒有關起來 立法院的網站裡面 有一個地方可以點選 它叫數位學院 是不是 還是請副署長來回答 爸委員 日前我們因為考慮到這個功能改善 目前數位學院在上個禮拜 我們有先把那個要點先停用 先停用了嘛 那是不是因為成本很高 我們要再做數位學院 讓立法委員 國會助理 或者立法院的同仁 透過線上的學習 成本很高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停起來的原因 是不是因為這個樣子 應該不是吧 爸委員就是說 我們未來會在這個 網站的互動這部分 才去精進 所以經過我們內部的討論 就是說未來希望再強化真 跟使用者這邊 學員這邊的互動的功能的改善 現有的那個要點是不符合使用的 我的感覺是說 其實政府有很多 像我們考試院的文官醫學院 人事行政 對 醫學院啦 就是那個電子化那個醫啦 不是醫學啦 人事行政總處 這個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這些都有很多的線上學習的課程 那既然都有線上學習的課程 我們立法院其實 除非你要增加那個互動的部分 否則這個課程我們其實可以直接連接嘛 我們現在立法委員 或者我們的這個公費的助理 立法院的同仁 應該都不可以上這些吧 立法院同仁我不知道啦 至少公費助理跟委員都不行 那這些有很多課程 這就是政府行政部門 他們架構起來 花了很多錢架構起來的線上學習嘛 那我們應該直接就取他們的資源就好了嘛 就只要給委員跟公費助理 有一個密碼 他可以進去學習 或者給我不知道立法院同仁有沒有 同仁也應該要有嘛 應該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省下一筆錢 不用再自己架 然後我們又可以運用 行政部門所有好的課程 大家想要線上學習的 都可以使用 民事長 我想跟蔡委員特別回報一下 因為現在整個系統還是能夠用 那只是說它的內容跟一些 它要做精進 它可能還會跟 有一個互動式的一個精進 所以暫時因為它使用的內規 特別剛才也跟我提到說 先關閉 那重新做了以後 會再精進以後會開放 我的意思說 精進之後再開放 這個我沒有意見啦 只是說我的意思是說 政府已經 行政黨已經做這些東西了 因為我們 數位學院嘛 其實它概念上 很大的部分在於線上學習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應該來連結讓立法院可以連結政府這些所謂線上學習的課程 再加強進去 我明白你的意思 這應該很好的事情嘛 這個如果沒有結婚的什麼成本嘛 讓他政府這個好不容易架了這麼大的一個系統可以被更多人來使用嘛 好不 好 沒有問題啦 因為明年的預算 這方面的整合跟那個大概都有編了 好好好 這個應該不要浪費掉啦 這應該來做這個啦 另外啊 這個談到設備啊 那個民主長我已經建立過很多次了 當然不是跟你建立啦 在各種場合 基本上我覺得我們這種立法院的委員會的會議室啊 我都稱之為時期時代的會議室啊 但這延續下來啦 不是說一路下來就長得這個樣子 為什麼我舉幾個例子 你看像我們的螢幕啊 我們的螢幕對 坐在你的位置跟裡面的同官員的位置啊 基本上他是看不到的 他是看不到的 啊 在質詢的時候 以前在加東委員會的時候更誇張 大家都要這樣子 那官員他都站出來 站出來這個位置看 這個 不然就這裡再放一台嘛 讓這邊的同仁 委員在質詢的時候 像我每一次都會運用螢幕嘛 那這個應該 不然就在桌面上嘛 就像我們的大院一樣 委員質詢的 要讓官員看到的東西 因為這都還 有時候還有很多的數字 有很多的這些圖片或者什麼 是不是可以 在會議室的改善裡面 第一個先處理這個螢幕的問題 沒問題 可以啦 因為我想 我是第一次看 委員會是聽到這樣 是不是你第一次聽到 對這個桌面上 那那時候宴會是我們 是跟行政院協商完以後 我們來處理的 對 就像委員剛才所提到 不管是放在桌面上呢 或是這一步 一個角度 我現在後面就看得到了 對 這只是說 那我相信我會 針對這些很快來改善 這個就是改善的第一點 這個會議室 這個是最基本的配備 對應該是沒問題 第二點 很多的公民團體 或者所謂獨立媒體 不斷的要求說 他們要到這個立法院 這個地方來 那我當然知道 站在 呃 院長或者我們秘書長這邊 對於整體開會的秩序 跟安全的維護 有很多的這個考量 跟標準的制定 不容易 但是呢 我總覺得就是說 我們這個 這個會議室啊 能不能做一些改善 所謂改善的意思是說 我們把旁聽喜啊 怎麼樣去做一個區隔 簡單講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會議室啊 毫無安全可言嘛 因為如果我們開放 任意開放人家進來旁聽 可能他 對委員發言不滿意 走過去偷打一拳 都很容易啦 都很容易 然後在 我們很多的官員啊 可能位置上面 記者朋友的位置上面 可能常常也會 我們這裡還好 我看那個 教育文化委員會 就是為了這個事情啊 吼 這個招委跟記者差一點 就打起來罵起來了 所以這些問題啊 是不是透過一個 我們委員會會議室的 重新的規劃 然後讓 你把旁聽喜 譬如說舉例 旁聽喜做一個 比較安全性的區隔 然後這個我們有立法院的 諸位景做一些安全上的維護 其實他本來他就 我們就是民意機關嘛 只要安全做好 讓多一點人來旁聽 或者讓想要來的人 可以有多一點機會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是符合我們立法院 作為一個民意機關的 一個宗旨 但是我知道現在 這個狀況很困難 現在這個條件 我們這實在是 所以我才會一直講說 我們的會議室啊 雖然我們的民主 已經一路走到現在 我們的經濟發展 也到這個狀況 可是我們國會 沒有新的國會的情況 也用舊的國會要來改 我們現在的開會條件 說實在話 跟現在的民間一般的會議室來比的話 我們其實差距是非常遠 這個對於整個立法的過程 都會有一些影響 這個民主黨 這改進一下了好不好 我了解你意思好不好 可以啦 我想因為這間會是 嚴格講講還算好的啦 像秦先生更小 那隔起來根本 委員要做的位置都不夠 所以是不是可以重新來看看 立法院要怎麼來弄 因為要蓋新的國會 人民這個支持度 看起來現在不是很高啦 所以我們只能就現有的 怎麼讓這個人民的參與度可以增加 怎麼讓會議的品質可以提升 怎麼讓很多現代的資訊 在這個會議室裡面 很方便可以被使用 可能需要民主黨這邊動一點 我想我們會找幾個會議室先來 大一點的先來試試看啦 因為所以我想我在這裡有一段時間 我每次議宣報告 我都跟各位委員報告過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國會這樣軟硬體的設施 在現階段算是不怎麼理想 但是我也一再跟各位委員拜託 事實上整個國會的強化 很多問題都來自於一個根源 因為國會沒有調查跟聽證 等下的問題委員會問到 都是跟這個有關係 為什麼沒有調查跟聽證 事實上委員會除了像說 我們今天是預算行答 部長來報告在全世界 是沒有人在轉播的 都是博管委員會 或是總理 或是首相蒞臨 重大演說或重大事項 所以這個問題 如果你挑一部分出來看 那根本沒辦法來看整個問題 那如果說今天 國會如果有了調查跟聽證 每一個執政者 當你執政的時候 這是要相當負很大責任的 不像現在執行完 大家回去了 誰負這個責呢 有電調查或是哪一個問題 沒有下文 對 沒有下文 所以這個是真的 我每一次預算執行的時候 我都拜託各位委員 這個真的是國會改革也好 或是行政效能最好的一個唯一方式 真的是唯一方式 因為剛好又分到 議書長把問題又講更大了 但雖然是更大 我的時候 塑本追嚴最嚴重就是在這裡 很關鍵啦 但是問題因為要解決這很大 不會啦 修一個華愛不會很大啦 本席想說這個找時間再來討論 因為我們一直也激起想推 因為我們幕僚提供了很多的建議 那我也是希望說蔡委員 我想你也準備聯絡 如果有機會 我想這個一個是一個很好 對政府效能跟國會的一個處置 是有絕對的影響力 好 謝謝 謝謝